好那么这两台就是Redmi今年更新发布的游戏本了 叫做Redmi G系列 那么外观其实看不出任何差别 主要是内部的配置不太一样 一台是前段时间刚刚更新发布的这个英特尔版 一台是刚刚发布的AMD的锐龙版 那相信今年想买游戏本的朋友们 也一定非常关注这两台电脑的表现 也很纠结到底该选哪个配置 那今天我们就凑齐了两台 就来简单做个对比测试 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那么外观上两台电脑今年确实变化非常非常大 相比于去年大家吐槽的塑料材质的外观 今年确实显得会有高级感 A面采用的是铝合金的材质质感很好 采用金属的材质也能很好地带来电脑的一些高级感 其他几个面虽然用的还是塑料的材质 但是表面的工艺和设计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说今年在外观上确实有很大的进步 那英特尔版和锐龙版在外观上确实看不出差别 包括两侧的接口还有背面的接口都是一样的 那机身有一个C口有四个A口 其中有三个都是3.2的协议 还有一个HDMI的2.1 迷你DP1.4 还有3.5毫米的耳机口 以及有线的网络接口 不过在接口的协议上的两者是有些区别的 英特尔版的这个C口是支持雷电4协议的 那锐龙版则是全功能的C口 也可以外接显示器 也可以给它充电 那有线的网口的速率也不一样 英特尔版是常规的千兆的网口 而锐龙版则是可以占未来的2.5G的有线网口 但是目前来说 想要用到2.5G的网口 还是有很多条件限制 也不用特别的在意网口 或许在三年或者五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以后 才能发挥出2.5G网口的一个用处 所以说在接口方面 除非你是有雷电4的扩展屋 可以外接更高端的显卡来使用 否则的话 这两者其实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那硬件上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这个屏幕 英特尔版是一块2.5K 165Hz的刷新率的屏幕 而锐龙版则升级到了2.5K 240Hz的两个屏幕 已经是一块非常高规格的电竞屏幕了 那么在同价位当中 也是很难找到这么高规格的屏幕 甚至你再加多一千块钱 都没有这么高配置的屏幕 所以说Redmi这次用量确实还是挺下本人 好那么性能方面 英特尔版用的是12代的残血版的处理器 有i5和i7的两个配置 也都是少了四个小的核心 在打游戏的过程中 基本不会涉及到这么多线程 影响并不会特别大 显卡最高是3050Ti 大家对于这个配置还是有些不满的 不过这次好在锐龙版 弥补了这样一个遗憾 CPU换成了R7-6800H 显卡也升级到了3060 大家可不要以为 一个是3050Ti 一个是3060 看数字命名其实差不了太多 但其实性能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毕竟3050Ti的显存只有四级 而3060就升级到了6G的显存 那么再加上其他部分的显卡的参数的区别 理论上的性能差别 大概有30%到40%左右 所以说想要流畅的玩3A游戏 还是要上3060的以上才可以 那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英特尔版是不需要重启电脑 就可以实现显卡的切换的 也就是可以在混合模式和独显直连模式 这两个模式之间自由的切换 那么AMD版想要切换显卡的话 必须要重启才可以去实现 所以这也有一些区别 那关于两个模式之间的区别 我们之前也有视频详细介绍过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一看 那简单的结论就是 你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是需要用的独显直连会更好一些 日常使用的话 混合模式会更好一些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看 两台电脑的跑分 Cinebench R23单核的分数 AMD版是1509分 多核是13812分 而英特尔版的R23的分数 无论是单核还是多核 都要优于6800H 虽然大家都在吐槽 12650H是残血版的i7 但是在单核的性能上的优势 还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显卡的分数 3DMark DX12的跑分 达到了8818分 其中显卡部分的分数是8600分 CPU的分数是10299分 相比较之下 英特尔版的分数就稍微要差一些了 只有6000多分 主要的差别都是在显卡上 在单烤FPU的时候 CPU的功耗在80W左右给的很足 显卡的天天天测试 3060也可以跑到130W 虽然说比满载的140W差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肯定也是够用的 那么在双烤的测试当中 CPU的功耗会降到45W 但是GPU的功耗可以一直稳定在130W上下 加起来的话就是175W了 这个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对比之下 英特尔版的双烤测试 CPU会降到45W 但是显卡的功耗会控制在80W左右 所以总体来说显卡的性能释放 两台比一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确实是AMD的锐龙版会更好一些 完了跑分 我们再来看一看实际在游戏中的表现 两者有没有很大的差别 古墓领暗影1080P的分辨率最高画质下 AMD的版本可以达到131帧 降低到高画质帧数也有138帧 区别不是特别大 所以你可以直接开到最高画质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英特尔版的 在开启到最高画质之后帧数只有98帧 跟锐龙版的差距还是有比较明显的 降低到高画质之后帧数会提升到117帧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即便是在高画质的情况下 依旧不如锐龙版的最高画质的模式的帧率要高 但是毕竟古墓领是比较老的游戏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比较热门的3A游戏 再看一看极限镜速度地平线5的表现 在1080P的画质下 极端的画质有49帧 超高画质是79帧 高画质是114帧 英特尔版在超高画质下只有44帧 差了将近一倍 那么降低到高画质之后会升到92帧 依旧是跟114帧有比较大的差别 毕竟大部分游戏吃的都是显卡的性能 3060的表现确实比3050它的要好很多 所以说想要顺畅地玩3A游戏 起码也得上3060起步 3070 3080更好 好那么其实所谓的游戏本的这样一个称号 只是为了让大家更好更直观地去理解 这台电脑的性能是比较强的 但是对于使用电脑的需求来说 还有一种就是视频剪辑 也是需要用到高性能的 所以我们也来测试一下 这两款电脑在视频渲染方面的效果具体如何 首先来看看剪映 我找了一段我们自己的1080P5分钟的一个工程 英特尔版的i7加3050Ti的渲染时间 只需要用了1分03秒 就可以渲染出来5分钟的工程了 速度非常快 渲染的过程当中显卡占用是在70%到80%左右的波动 CPU的占用也没有超过50% 所以说英特尔版在渲染剪映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 而锐龙版R7加3060渲染的时间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显卡占用最高会来到90%左右 CPU的占用大约是在30%左右 可以看出两台电脑在剪映处理影片方面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几分钟的短片用它们来渲染的话完全不用担心 没有任何的压力 我们再来看一看更加专业的PR的测试 我们找了一段10分钟的4K的工程 英特尔版的渲染时间在4分钟左右 而锐龙版要稍微慢一些 用了6分钟才可以完成渲染 整个渲染的过程 AMD版的CPU和GPU都是吃满的状态 反而英特尔版的CPU还有不少的冗云 考虑到游戏本都会配备一个大块头的电源适配器 外出鞋带是非常不方便 所以说我们也测试了一下不插电的情况下 两台电脑渲染时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然后测试的时候电脑的剩余电量都在80%左右 剪映还是刚才5分钟的短片 渲染的时间用了1分20秒 比插电的时候稍微慢了17秒 而锐龙版的输出的时间基本是没有太多的影响 也是1分6秒左右就完成了 那么在专业的剪辑软件PR的测试当中 还是刚才的工程 英特尔版渲染的时间用了5分14秒 比刚才插电的时候慢了1分钟 锐龙版在不插电的情况下 用了9分20秒才完成了渲染 所以慢的程度就会更多一些 相比于英特尔版的差距就被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之前英特尔版在玩游器方面输掉的分数 这次在渲染视频的时候 确实通过了多核心的工作又赢回了一部分 如果说是满血版的i7的话 相信优势会更加的明显 那么因为显卡提升了功耗也有所变化 所以说这次配备的电源适配器 功率也提升到了330瓦 有点夸张 但是也没办法 因为游戏机的整机的功耗确实比较大 注定要配备一个大块的砖头 对比一下重量 英特尔版是180瓦 实测重量是656克 而锐龙版的330瓦的电源 实测的重量已经超过一公斤了 有1170克 这个有点夸张 确实是这么重的 但其实严格来说 锐龙版并不需要这么高功率的功耗 我们也实测了功耗的表现 在双烤的模式下 把屏幕的亮度也调到最高 整机的输入端功耗显示是250瓦左右 还是有不少的冗余的 然后我们录完节目之后 今天又看到Redmi曝光了i9加3070Ti 规格的G Pro的游戏本 这个配置基本已经拉满了 的确需要更高的功耗 配备330瓦的电源也就能理解了 不过有一点比较友好的 就是这两台配置的电脑 背后的Type-C的口 都支持100瓦的充电功率 如果说短除出差的话 并没有特别高强度使用电脑的需求 你可以带一个氮化夹的充电器 在不用电脑的时候 就可以慢慢的给电脑进行充电 不过用C口充电的时候 电脑还有一个小bug 也不能说bug 可能就是这样的设定 电脑的性能发挥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只能开启最低档位的精密模式 所以说不建议在插着C口充电的时候 再进行高负荷的去使用 用来简单的文档浏览网页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渲染视频玩游戏的话 效果会有很大的差别 通过以上几个测试 Redmi这两个配置的定位很明确 锐龙版更适合玩游戏 不仅有更高的显卡 AMD这两年的处理器的提升也是很快 并且还配备了一块更高端的屏幕 2.5K加240Hz的刷新率 这种规格几乎是万元级别的电脑才会配备的 而英特尔版在专业剪辑方面会有一定的优势 不过如果说你是用剪映剪辑一些短视频的话 两台配置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用哪台配置都可以 好那么至于价格首发期间会有一定的优惠 可以作为参考 不过根据之前的定价策略 在过了首条期以后 价格也不会恢复到原价这么恐怖的价格 还是会有一定的优惠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来综合考虑一下具体选哪一个配置 那大家关于选购笔记电脑 还有什么想法或者说看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不是小新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